在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里 一部部精彩非凡的小说 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充斥着刀光剑影 与峡谷柔情的江湖 在这个江湖之中 蕴含着诸多精妙绝伦的武学记忆 令人为之清新 今天就与大家一同盘点一下 金庸笔下最强的十大武功秘籍 可以有其死回生功效的秘籍神赵经 居然都未尽前三 第十名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小说创作的武功 昭氏名称曲子周易 原名降龙念八掌 在北宋年间奔为二十八掌 当时帮助肖峰武功盖世 肖峰用自身所感 及异地虚逐逍逍遥派武学 天山六阳掌的精药 化繁为简合力 创出此天下第一刚猛掌法 降龙十八掌的特点是刚猛无仇 以强大的内力为技术 发出雄浑的掌力 修炼此掌法者 须有深厚的内力和刚正不恶的性格 肖峰 郭靖 红七宫等都是降龙十八掌的代表人物 肖峰凭借降龙十八掌威震江湖 他的掌法刚猛霸道 无人能敌 在巨贤庄一战中 肖峰以降龙十八掌独占群雄 展现出了其强大的威力和豪迈的气概 郭靖更是将降龙十八掌与九阴真经相结合 使掌法的威力更上一层楼 他以降龙十八掌守护襄阳城 成为了一代大侠 第九名 独孤九剑 独孤九剑是笑傲江湖中的顶级剑术 以无招胜有招为特点 能洞察敌招之系 后发而先制 一剑定胜负 修炼者需要有极高的悟性和敏锐的洞察力 独孤九剑是剑魔独孤求败所创的剑法 此剑法分为总绝式 破剑式 破刀式 破枪式 破鳖式 破锁式 破掌式 破剑式 破气式九个部分 分别针对不同的武器和武功招式 独孤九剑的特点是 不拘泥于招式 一坏 准 很为要指 能够在瞬间洞察对手的破绽 从而一击制胜 修炼此剑法者 需有极高的悟性和敏捷的思维 风青阳 灵狐冲都是独孤九剑的代表人物 风青阳作为独孤九剑的传人 他的剑法高深莫测 一意敌众 轻松击败了众多高手 灵狐冲在风青阳的指导下 学会了独孤九剑 从此剑法大进 他以独孤九剑挑战江湖各大高手 屡战屡胜 成为了江湖中的传奇人物 第八名 六脉神剑 六脉神剑是天龙八部 中大理断式的绝学 他的特点是无形无色 难以捉摸 修炼此剑法者 需有极为深厚的内力 和高超的执法技巧 他以手指发出无形剑技 威力巨大 可远距离攻击敌人 段宇是六脉神剑的代表人物 他凭借北冥神宫 吸收众多高手内力后 得以练成 段宇在机缘巧合下 学会了六脉神剑 虽然他的内力是有事无 但在关键时刻 六脉神剑总能发挥出 巨大的威力 在邵氏山一战中 段宇以六脉神剑 击败了慕容赋 展现出了其强大的实力 第七名 九阳神宫 出自以天屠龙剑 炼成后内力自生能力 与万物融成一体 能力激增速度极快 无穷无尽 普通拳脚也能使出绝大攻击力 防御力无可匹敌 自动护体功能反弹外力攻击 成金刚不坏之躯 习者轻弓身法 胜过世上所有轻弓精妙高手 还是疗伤盛典 百度不尽 九阳神宫的特点是 刚阳炽热 威力巨大 修炼此功者 须有坚韧的毅力和纯净的心灵 张无忌是九阳神宫的代表人物 张无忌在昆仑山的山谷中学会了九阳神宫 从此脱胎换骨 他的内力深厚无比 能够轻松抵御各种攻击 在光明鼎一战中 张无忌凭借九阳神宫和乾坤大挪移 独占六大门派高手 成为了名教教主 第六名 九阴真经 九阴真经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富盛名的武学秘籍之一 为北宋以前道家武学的总结 书中所记载的武学博大精深 威力无穷 是武学的百科全书 修炼者众多 如郭靖 黄荣 杨过等都从中受益匪浅 郭靖更是凭借此功将降龙十八掌发挥到极致 九阴真经包含了内功 拳法 掌法 执法 剑法 轻功等多种武功 此经为北宋皇长所著 后流传江湖 引起了无数人的争夺 九阴真经的特点是阴柔诡异 变化多端 修炼此经者 需有极高的武学天赋和深厚的内力基础 郭靖 黄荣 杨过等都是九阴真经的修炼者 郭靖在周伯通的指导下学会了九阴真经 他将九阴真经与降龙十八掌相结合 使自己的武功达到了巅峰 黄荣则凭借九阴真经中的奇门遁甲之术 多次化险为夷 杨过在神雕的帮助下 学会了九阴真经中的部分武功 自创了黯然销魂掌 第五名 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是 笑傲江湖 中前朝皇宫宦官所著武功秘籍 威力巨大 但修炼条件极为苛刻 须刺功净身 东方不败修炼后 武功大增 以一敌四仍不落下风 足见其厉害 葵花宝典的特点是 速度极快 招式诡异 修炼此功者 需有果断的决心 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东方不败是葵花宝典的代表人物 东方不败修炼葵花宝典后 武功大增 成为了江湖中的绝顶高手 他的招式快如闪电 让人难以捉摸 在黑木牙一战中 东方不败以一敌四 仍然不落下风 展现出了葵花宝典的强大威力 当然葵花宝典代表了一种极端 诡异 危险的武学境界 它是金庸武侠中 最具争议的武功秘籍 第四名 神兆经 神兆经作为连成爵 中的最高深的内功 炼成之后天下无对手 丁典在被灵退撕废掉武功后 靠此功奇迹般恢复实力 敌云死后 也是靠着神兆经复活 可见其神奇 神兆经的特点是内力深厚 疗伤神奇 修炼此经者 须有坚定的信念 和善良的心灵 丁典 敌云都是神兆经的修炼者 丁典在狱中学会了神兆经 他的内力深厚无比 能够轻松击败众多高手 敌云在历经磨难后 也学会了神兆经 并且凭借此经死里逃生 成为了一代大侠 第三名 北明神功 北明神功是逍遥派的绝学 是一种极为高深的内功心法 此功能够吸收他人的内力为己用 从而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北明神功的特点是吸收内力 威力无穷 修炼此功者 须有广阔的胸怀和高超的武学技巧 段宇 虚竹都是北明神功的修炼者 段宇在无量山的山洞中学会了北明神功 他的内力因此大增 虚竹在破解真龙棋局后 得到了无涯子的传承 学会了北明神功 从此成为了一代高手 第二名 易金经 易金经是少林派镇门之宝 武功高深莫测 易金经作为金庸武侠世界中最厉害的绝技之一 传说中由达摩祖师所创 他的修炼不仅要求修炼者具备无比深厚的内功 还需要对佛法有极高的领悟 拥有极强武功的扫地僧就曾经提到 想炼成 易金经 必须看破人像 我乡 还要理解佛法的真谛 方正大师一生惊严此经 内力修为炉火纯青 岂能化腐朽为神奇 灵狐冲在少林派的帮助下 学会了易金经 从而化解了体内的一种真气 成为了一代大侠 让普通武功发挥出惊人威力 并且易金经还可以化北明神功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北明神功在一金经之后的原因 第一名 太玄经 太玄经出自侠客行 主角石破天误打误撞参透后 成为镇谷朔金的武学大宗师 此功将剑法 掌法 内功 轻功合而为一 随心所欲 既不必存享内息 亦不需记忆招数 而且越强越强 敌人攻击越强 则反击越强 威力深不可测 太玄经在金庸小说中 武功秘籍的地位 已经可以说是修仙程度的秘籍 真是凡人不可悟知了 并且 太玄经能做到多种武功的高度融合 使修炼者在面对不同的战斗场景时 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武功 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 例如 石破天 炼成太玄经后 右手虚致空剑 手中无剑 却剑招远远而出 同时掌法 内功 轻功 也都运用自如 让人难以捉摸和对抗 而炼成太玄经的石破天 其境界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爵士高手范畴 原著中提到石破天随手挥舞 已不必存享内息 亦不需记忆招数 石壁上的千百种招式 自然而然地从心中传向手足 这种随心所欲的境界 可以说是修仙般的级别了 所以 《太玄经》完全可以称得上 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武功秘籍了 总之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里 每一种武功秘籍都别具一格 拥有其鲜明的特色 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武学境界和精神内涵 这些武功秘籍 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武侠世界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金庸先生武学思想的博大精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